我好像被整了 有懂的小伙伴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你最好呢别在评论区打哈哈哈哈 小浪哥要脸 这个玩意你们见过没 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99.9%的小伙伴不知道这是啥东西 呃 不是饿的 是吓的 咋 这个是个东北小伙伴 鞋粉给我寄过来 他们的家乡特产 叫做残鹅 就那个破了鹅子 就这玩意 而且你们看一下 都是带紫的 我以为呢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 高蛋白的那个虫子一样 炸着吃 但是上面有小 吃的时候再炸一下口感 更 然后豆腐 嗯 不炸直接吃也可以 蛋白质过敏慎用 吃的时候再炸一下口感 更什么 更什么 没有血 是不是少一个夹字 哦 你这个千万呢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卖的 怎么看它都不像是直接可以吃的 味道也不香 一点不香 这个不就是生的吗 这玩意儿可以直接吃的 上面它就是这么写的 我可没骗你们 我就是牛痴病小人哥是吧 我就按你说的这个就尝一下 直接吃 这玩意儿生吃 我是第一次听说 没啥异味 这点还好 不像上次那个龙石啊 臭味特别大 带冰的 咯吱咯吱 对不起 这个确实是生的 其实没啥味道 你看它是紫 特别像辣椒紫 它是扁的 它不是圆的 这个东西你是告诉我 它可以生吃 我真的 我一点都不信 我真的一点都不信 咱还是直接炸一下吧 行不行 就就这玩意儿 真的下不了口啊 moment later 炸午以后呢 是这个样子的 有没有专业的啊 东北的小伙伴 这个字 怎么越看越假呢 它是真的字吗 就跟甜充进去的一样 尝一口啊 这是啥情况 外边吃起来还挺香的 就跟普通的虫子那样 很香 里边紫是怎么回事 哎呀 这不科学吧 这紫 我好像被整了 有懂的小伯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你最好呢 别在评论区打哈哈哈哈 小郎哥要脸 总之就是吃起来感觉 还不美妙